好 像日本料理一些日本这个精致的一些这个餐厅呢 很重视摆盘 而环保署最近提出一项政策呢 希望有环保标章的餐厅在摆盘的时候 不要使用那些不能吃的装饰 换句话说呢 希望盘子里面装的你都可以把它吃下肚 这也是环保不要浪费很重要的一环 而放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市场上来看 到底业者们做不做得到呢 我们的报道 拿着刀子眼神专注 餐厅主厨靠着金正刀工 不一会儿一朵花就完成了 不管是红萝卜还是芋头 南瓜 一到主厨的手上 食材的功用就多了一下 这是主厨刚刚用洋葱所完成的果雕 如果摆上盘之后呢 就能够有加分的效果 而对环保署提出的 尽量不要使用不能吃的装饰菜 主厨说餐饮业是能省则省 但有时候消费者要求 或者是特殊的餐厌还是难免 随手可的在厨房里面 有一些南瓜 红萝卜 白萝卜 那我们会利用这些头尾的部分 避免浪费 为了避免浪费 又要兼顾配色和美观 五星级餐厅选择折中 不雕笼雕缝 用剩下的食材来做蔬果雕花 而专办婚宴的餐厅 摆盘设计 主打简单风格 用小黄瓜 紫苏叶 帕西里 可以吃的 可以入菜的 不只好看也好吃 我们就用鱼头饰器来炸 炸窃槽 它的窃槽也是可以食用的 环保医师抬头 过去繁复的 花俏的果雕 全都不要 一方面是配合政策 另一方面是摆盘所用的食材 也要精打细算 预算的 我们是大概算做的 大概一周预算在50块以内的 小益大概10万块左右 摆盘还是需要 但上菜总得多点变化 餐饮业学着转型 把用来摆盘的预算控制住 用来雕花的食材 兼顾好吃又好看 减少浪费 也让消费者 把焦点放在食物好不好吃上 中期新闻 六日龚玉德台中报道